我們去測試我們RSA的金鑰它是可以work的 當然最簡單的方式就是寫一個加密解密程式 看看它加密之後再解密是不是能夠還原一模一樣 讓它對照 好那我們這邊事實上這邊有這邊就是加密器RSA的加密 這邊是RSA的解密 那我們先看到加密器這邊它重要的參數 首先這個部分就是它必須要輸入它的N 第二部分呢那我們不用它可以是輸入它的明文或密文 就是以數字的格式來輸入 但是我們事實上我們已經採用了一個文字 採用文字的話我們就用byte陣列的方式 byte陣列的方式來輸入 那第三個參數也就是它如果是加密就一次方 如果是解密的話 解密的話就第次方 所以加密解密的情況都類似 好那我們這邊 這是我們的明文 它如果進入加密之後它會以 byte陣列的方式輸出 輸出之後呢再成為 解密的輸入 所以它也是byte陣列方式輸入 那這邊稍微要注意到的 地方是解密的話它用的參數是D 加密用的參數 這邊是1 那我們知道 密文C是等於 而明文N的E次方 磨掉 N 那 明文呢 是密文 的D次方磨掉N 這個字串我們看看它是不是能夠還原 解密 最後呢我們還是要經過一個 經過一個那個 編碼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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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才有辦法把它 把它 編碼成功 好那我們看一下 按一下 play 事實上就很快 就知道這個答案 確實都完全都是一致的 好 好 好